好,所以我剛剛玩了一下 在那個就是微軟的Beam搜尋引擎裡面 它多了一個聊天功能 理論上應該也就是CharGPT的功能 幾乎是把它移植過來的 那這更方便耶 不過我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要用這個聊天功能 好像先登入它的微軟帳號 如果沒有登入好像不能用 OK,你們試試看 所以這個我覺得兩強相爭的時代好像來臨了 所以未來Google應該也會慢慢 因為它看到,哇不得了勒 這簡直是有點像跟那個蘇琪琳的霸主 跟他宣戰了 以後我剛剛用這個就好了 這還蠻好用的,OK 然後我請他寫一個JR的程式 不過他好像得到的結果有 可是跟我要的結果好像有點不太好 所以我把這個程式複製 那當然你要複製程式它也蠻方便的 你這邊還有個複製功能 有沒有發現喔 它這個地方還甚至讓你知道 你這邊其實這個程式買嘛 是可以直接透過 你不用選喔 直接按複製,它也可以直接複製 那也可以直接貼過去 OK,它蠻貼心的喔 然後它還有一些其他功能 你們自己再玩玩看吧 然後,不過貼上之後我發現 它跑出來的結果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它變這樣 OK 連改好像都不知道怎麼改 因為我們要的是1乘1等於1 1乘2等於2 那1乘3 它好像變成怎樣 你看 它這個 它變成方向不對了 OK 所以後來我又請它說 請債幫我 請債我多一個債 那後來債 它可能也沒搞懂我的意思 所以它寫出來 一模一樣的東西又丟給我 所以顯然它還是有進步空間 OK 它第二行那個 狂追雲任聚 I加1改成死 沒有機會 欸,對喔 所以它這個地方 只有這個 這個變數好像 我們剛剛是用 這個 我們是直接 這邊是10 有沒有 但它用I加1 那這樣的話我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 可以耶 有沒有 輸出結果 對耶 所以其實只要把這個變數改 改掉就可以了 I加1改成什麼 改成10 不過呢 它有個地方 跟我寫的用法不太一樣 它用百分比符號 有沒有 它這個Format 它是用舊的方式 我比較建議 你用那個什麼 Format 的方式來做 會比較OK一點點 不過道理差不多 那至於要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它給的 這個 結果是OK 可以用 只是說 那你可能要看得懂 有沒有 像剛剛同學馬上反應很快 直接把 I加1 有沒有 改成10 結果也是OK的 所以 你看它給的大概 是可用的 只是說 有些地方 還是需要自己 再稍微 還有一個地方 像底下這個 用百分比符號 我是覺得 比較不OK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Format 的話 那要怎麼改 OK 所以看起來 這個是真的是可行 所以 它這個叫 Bin 之前我看到好像是 Bin GPT 不過它現在變 它又換一個 它想另外一個名稱 它叫 Bin AI 這也蠻好的 Bin AI 所以搜尋 新的功能 叫 Bin AI 這個可能你們自己有 興趣的 玩玩看 那我甚至 我想說 那如果 我如果不想用H 這個瀏覽器 然後聊天的話 我想說 在Chrome瀏覽器上面 是不是可以 不行 所以它意思是說 你不能給我在 Chrome瀏覽器上面 做這件事 OK 為什麼 你如果要用新功能 請你一定要把H 瀏覽器叫回來 所以它有點像 以前大家都不喜歡 用IU瀏覽器 有沒有 因為太難用了 因為Chrome瀏覽器 所以變成說 你只要安裝Windows 如果裡面沒有Chrome瀏覽器 你一定會把它裝起來 它現在可能想說 好啊 你用這個方式 讓我的市占率降低 那我就想另外的方式 我用這個東西 引誘別人 再把H 去給裝回來 所以其實感覺 好像是兩牆相爭 那它路死誰手 還不得而知 不過看得出來 這個是目前正在進行的 一個競爭 所以我在想說 微軟已經有動作了 接下來的話 應該是Google 應該會有動作了 所以Google聊天功能 可能會出來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沒有 所以未來會不會在搜尋引擎裡面 Google裡面也有多一個聊天機器人 我在想應該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Google也在發展 只是它可能手腳沒有微軟這麼快 所以這個當然 你們可以再自己再關注一下 好 那我們把剛剛這部分完成好了 所以剛剛輸出 先輸出一列對不對 橫向一列 但問題來了 那如果想要輸出其他列的話 其實剛剛 我們在那個 Bing AI裡面 其實它已經給我們大概 的一個 程式碼 其實滿像的 只是說我覺得 兩個地方 它第一個這個變數 它是I加1 另外有一個輸出的部分 它用百分比符號做格式化 我覺得這兩個可以改 那怎麼樣做第二個輸出 哪個地方輸出 就是那個 前面這個數字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前面這個數字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邊買 E乘上後面這個J 跟這個E乘上J 有沒有 把這個E改成I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E 請你先在第一行上面Enter一下 然後把4J複製一下 複製到上面 然後我習慣把4J改成4I 可是跟各位注意一下 這兩個4回圈 你不能夠都在同一階 為什麼 因為同一階的話 它不知道先執行哪一個回圈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是先執行的 一個是後執行的 所以哪一個比較後呢 跟各位講 如果先執行I的話 那它是外回圈 裡面這個回圈J的話 記得 一定要把這兩行選起來 按TAB鍵 按TAB鍵的話 意思是說 我外面這個4I先執行 然後4J的話 後執行 所以它基本上會怎麼執行 它會先跑4I 先跑1對不對 然後呢 跑1之後的話 後面J就是1到9 所以它等於跑1之後 然後J會跑1到9 然後又回來到I之後的話 那I會變成2 再跑J又跑1到9 一樣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 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接下來 你只要再需要改什麼呢 把這個1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把1delete掉 然後我直接拿這個 String 刮5追 加 直接放在前面 然後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 I乘上追 然後這邊的話 記得把1改成 直接改I就可以了 好 理論上應該這樣改完 這個九點法表就很接近了 我們來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後面都沒改了 所以剛剛主要改了 大概三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地方 For I 放上去之後 記得這邊要按 選起來 按Tab鍵 修排 第二的話 把這邊1改一下 改成I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執行應該OK的 輸出看看 執行 不過呢 輸出之後的話 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 有一個地方好像不太OK 哪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 1乘1到1乘9 這個OK 沒錯 但是呢 理論上 我們應該是到2乘1到2乘9 這個這一列有沒有 應該是要讓它怎麼樣 換行 所以到這邊 你不要再接在1的後面 你就直接Enter 有沒有 那3也是一樣 3乘1 Enter 4乘1 有沒有4乘1 Enter 所以 也就是每一行結束的時候 你就要多帶一個Enter 換行 所以如果你要多一個換行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在哪個地方換行呢 特別注意 請你在第四行的地方 這個地方直接加一個Print就可以了 但是Print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加在這一個同一階的地方 記得按個Back鍵 記得加在這個輸出的前一階 這邊打一個Print就可以了 Print小刮弧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個Print本身 如果沒帶任何東西就Enter OK 所以刮弧裡面不要加任何東西 就直接是一個Enter OK 所以我們直接Enter 意思是說 我把J1到9跑完之後 再Enter一下 有沒有 然後1到9 再Enter一下 記得 縮排的地方 特別注意 不能夠放在跟這個同一階 如果這個同一階的話 意思是說 我每輸出一個Enter 輸出一個Enter 那就等於是 剛剛的這個END 等於空的 這個等於有加跟沒加一樣 它又多一個 所以要記得按個Back鍵 OK 好 那這樣的話 等於是我們已經把J1做完了 輸出看看 那你會發現輸出結果 就應該會得到 我們要的預期結果了 OK 那這樣的話 等於就是說 把剛剛的這個I加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 這個I的尺 它等於就是第一次輸出 有沒有 它就是1 然後J跑1到9 那多一個這個 這個是換行 它就剛好在1到9結束的地方 因為它已經1到9跑完了 然後就加一個換行 所以換行 Print的話就是等於是反斜線N 然後換行 然後換第二個 它又1到9又跑一次了 跑到這邊 結束了 就換行 有沒有 一直到最下面一個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最後如果假設跑出來的結果 跟我們畫面上看到的第三頁一樣的話 那恭喜你 這樣應該是OK的 那只是說 這邊其實有一個地方 其實還可以讓它變得更精簡一些些 哪個地方呢 就是在輸出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這邊要轉型 那這邊又串一個文字 這邊要轉型 這邊要轉型 這邊要串一個文字 這邊要轉型 這邊要轉型 所以你會發現 一直轉型 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轉型 改成用 Format 來輸出 就跟剛剛的 並AI 給的答案 它其實有格式化 可是它是用百分比符號格式化 那我講過啦 因為百分比符號 在官網上面說 這個慢慢會被棄用 就是不用 而改為用Format 來做出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 用Format做格式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會用格式化 那我這邊前面先加一個 緊緻號 不要把它刪掉 也不要直接改 因為我想要改之前 因為我不確定說 改完之後 對不對 那你一刪掉 又要重達到說 你那個原來程式不見的話 而且第二個 可以比較 如果我希望 把這個 改成用Format的輸出的話 會不會比較厲害 那怎麼改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先輸出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果要用Format 讓這個程式更加的清淨 那該如何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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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